自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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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看到Counte的自产区当中 能够体现一些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比如说来自于Rufina的酒 你会感受到更轻盈啊 花香啊 来自于Siena山丘的酒 你会发现带来相对来说更复杂 饱满的风格 所以很高兴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产区当中 越来越多的体现各个自产区不一样的风格 我觉得在中国的市场上 总体的成长度 主要在两个方向 一个我们平时称为经营渠道 在餐饮啊各方面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个人啊 团体的采购等等 我觉得本身Counte这个 对那产区或者说当然是个品牌吧 它有天然优势 可以更多的去跟一些 已经有的西化的对那餐厅 多做一些联合 对餐厅的一些管理人 或者是酒师多做一些任何培训 我觉得一定是有机会的 我最近刚刚去过武汉 然后武汉的分别做餐饮的 一个艺术长跟我聊过 在所有的中国的西餐当中 最有优势的餐厅一定是意大利菜 因为有四个大的单品 是整个中国市场认出最高的 分别是汉堡 披萨 牛排 跟意圆 那除了汉堡之外 我认为另外三个都是 意大利菜的大单品 所以所有的西餐饭 意大利的好评度 其实是最高的 在意大利的餐厅 来喝意大利的酒 当中有非常适应的 Pianti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我觉得这可以做为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个人的消费 我觉得是在于 对年轻消费者的影响 如果我们走进校园 对一些大学生 包括一些跟旅游专科相关的 有一些合作的话 我认为是个非常好的方向 我最喜欢的酒 其实 最后一款对应的 西安娜山车的酒 我比较喜欢 因为相对来说 会相对变得比较复杂 我认为其实 一餐跟中餐的概念很像 相对来说 吃东西很接近 如果我搭配一个中餐的餐的话 我认为是糖醋小排 一个各个地方都会有 但大部分的酒 本身酸甜感均衡度 都不会那么高 意大利在这方面是最强的 跟一个油脂比较高的 糖醋小排来搭配 最后用酒非常的复杂 酸也高 相对来说饱满度 复杂度也足够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我觉得 可以多办一些这样的活动吧 我觉得 意大利 在一个比较古老的产区当中 到现在还在想 如何做出一些改变 更因地之余的做些事情 非常不容易 尤其在桥托会上 我觉得桥这个字 我已经反复提到了 桥这个字的发音 像是一个桥梁 但又是由人来完成的 如果有更多好的概念 能以忠实的文化 传递到本土的话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 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一个 感谢 感谢